四角亭吉安宮每年在農曆7月27日 都會舉行中原普渡祭祀法會 吉安宮前廣場長長的桌子 上頭擺滿滿滿的供品 或許是因為這兩年疫情關係 大家都悶快了 據廟房統計 今年參與普渡的戶數 突破以往超過千戶 四角亭地區也迎來久違的熱鬧氣氛 今年我們這裡四角亭吉安宮 對我們媽祖的信仰 很堅定 每年都有千塊的來斬破 所以也很老天 這最信用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大家都在比較忙碌的情況之下 現在都是會採用跟廟宇一起來贊普 那也藉由這個普渡祈求疫情 趕快散退 然後大家都平安健康這樣 這麼性感的報道多年 我們也要感謝我們 吉安宮管理委員會 所有委員黨會到三天 跟我們地方先進 對我們吉安宮的信仰 所以今天看到這麼多人 其實當年都這麼多人 我們希望我們地方可以進步 地方可以平順 風調雨順 祝家家平安 當天包括多位名義代表 也親自到場參加普渡祭祀典禮 包括立法委員賴品瑜 新北市議員林一齊以及四角亭三位當地里長 都來共襄盛舉 信仲也紛紛湧入吉安宮進行參拜 手持相助 心中都有自己想要求的願望 剛才其實在廟裡面拜拜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裡也有祭祀寶儀大夫 那大家也知道說其實最近瑞芳 真的整個東北角基隆比較缺水 那所以我也有特別去跟寶儀大夫請求 就是說希望可以近期我們儘快下雨 儘快有甘霖 那因為天氣很熱 尤其又是防疫期間 那一起也一一的來送一個防疫口罩給大家 然後也希望在大熱天流汗之後 能夠趕快把那個